忙碌的生活 多变的局势 掌握决策现场 轻松聊天下大事 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 带您加入决策者听天下 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 欢迎收听决策者听天下第87集的节目 天下杂志最新的封面故事 脱贫救世主 AI 这里说的脱贫呢事实上是苹果的贫 那道理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我们知道台湾经济目前其实处于低谷 上半年的出口衰退幅度非常的大 几乎是14年来最大的降幅 上半年的出口的衰退是18.1负成长 那其中最让人家惊讶的 其实是电子零组件的表现 就占了衰退总额的三分之一 年减155亿美元 为什么呢 因为占台湾4兆台币出口的 经济火车头智慧型手机产业呢 陷入了空前的低迷 原本很多很多人在期待啊 就是说9月即将登场的 苹果iPhone15可以扭转局势 因为呢 iPhone15呢 号称是最近几年最大幅度的梦幻改款啊 甚至会搭载苹果迷期待已久的前望式镜头 但是呢 独家供应前望式镜头的大力光董事长林恩平 在7月的法说呢 就淡淡的说 其实这个状况不是很乐观 没有什么需求 确实呢 数据摆在眼前了 全球智慧手机的出货量创下新低 今年的出货甚至比疫情前再少了3亿只 你可能想问 未来还会看到一只iPhone救台湾的容景吗 我想答案应该是有一点否定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一期呢 其实在真正的这个封面故事 是在谈说 整个的iPhone供应链 甚至手机供应链 正在往哪里走 那我们的救世主 目前看到的是AI 那事实上很多人在谈AI 不管是联发科 或者是伪创 或者是下面的一些 就是一些零组件 其实不太知道 到底AI是怎么样来 改变这个供应链 他们怎么参与 那在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会有比较完整的探讨 但是呢 今天我们请来的来宾呢 是想要跟我们 我想要请他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苹果供应链 这个一定要开始做转型 让我现在先欢迎我的来宾 就是以赛亚研究的资深分析师 韩文瑶 Eddy Eddy要不要跟大家打个交互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Eddy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受邀来参与这个访谈 谢谢 以赛亚其实是我觉得在市场上 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公司 然后可能跟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IEK 或者是MIC 或者是可能大家还会知道像吉邦 这个以赛亚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研究的公司 你们的专场大概是在哪一块呢 我们的专场就是过去就是从苹果供应链的调研起家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老板他在就是曾蒙冰先生Eric 然后他在创业的时候 他过去就曾经跟这个苹果供应链有非常多的接触 那所以他是从这个触控面板起家 做到苹果供应链 然后到现在这个研究版图 再拓展到整个细制成的半导体 这样子 了解 所以看起来你们也必须学着 随着苹果供应的转型而转型 对就是市场比较在乎什么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触角伸过去这个研究的范围 Eddy他其实之前我刚才问他说他的这个经历 他说他其实就是跟着台湾的手机产业 成长的一个资深分析师 是是是对所以你的第一份工作 事实上其实就开始是做手机相关的研究 是是是对好 所以我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想问您 就刚才提到那个前望式镜头 我想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 前望式镜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镜头 前望式镜头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智慧型手机 就是一颗镜头打天下 那后来因为手机有不同的应用 包含主摄超广角 然后所谓的长焦 就是希望说能够做到不同的焦段 都能够拍出美美的照片 那因此现在主摄可能就是focus在这个26mm 比较接近一般的这个广角的镜头 那如果你要拍摄远的地方的时候 你可能会需要长焦镜头 那通常是这个光路 就是它的光的距离越长的话 它能够就是收进到更远的更清晰的照片 那因此呢就是前望式镜头 英文有些会把它叫做folded camera 就代表它的光路是有一个折叠的一个设计 看起来供应链没有很多期待对iPhone15 您自己怎么解读呢 我觉得其实iPhone15本身 确实今年有蛮多的更新 称如今天这个总编这样讲的 那主要有可能是因为 整体的经济环境不太好 所以整体的消费者的购买手机的力道 比较下滑 那我们看到整个大盘市场 在今年我们现在的现阶段预测 可能跟去年比起来的话 会年减可能8个到9个percent这样子 所以大概是几亿只 今年的话我们推测 比较悲观的预估 可能不到11亿台这样 不到 对不到11亿 那最高峰的时候是14亿台 最高峰的时候是14亿台 对所以其实今年整体的体量有下滑 那但是对于 Apple我们认为它已经是超越大盘 今年我们目前认为它全年的forecast 可能是大概落在年减 约莫4个百分点到5个百分点左右 对所以其实已经超越大盘的表现 对那iPhone15的话 就是今年是有很多的亮点 但是也有可能 就是因为这个 有可能还要再涨价嘛 对那我们过去 听到好像要5万多块 如果是台币的话 可能会超过 对那主要是因为 虽然说果粉 在这个世界上面 通常都是收入比较高的一部分 那但是其实他们仍然是有价格敏感度存在的 对所以就是我们也看过就是iPhone在哪一年亮点不足的时候 它涨价确实有发生过卖不动的现象 所以Apple其实过去iPhone也出现过一年只卖了大概1.8亿台 1.9亿台这样子的数字嘛 那近年其实是已经有跟往年比起来有不错的表现了 到来2.2 去年到2.3这样子的表现 那已经是不错了 那现在可能会有一点点些微的下滑了 因为就是可能因为价格的关系 跟全球的购买力下降的关系 大家可能就是刚才讲了三亿台 三亿台大概是什么概念 你就想 2.3亿台 我是说消失的 消失的三亿台 三亿台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整个美国的人口都不买手机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那美国是什么 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我想这个是一个萎缩的幅度是蛮大的 我有点好奇 事实上我们这篇封面故事在探讨的时候 而且我们为什么决定要做 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其实PC 台湾是从PC起家 但是PC呢 其实它的成长期 其实长达了16年 但是智慧型手机大概就是10年 然后另外从萎缩幅度来看 就是PC呢 从个人最高峰到现在呢 衰退幅度10年 也只不过衰退了大概18.9% 但是智慧型手机短短5年 从最高峰的14亿台是2017年 到现在 它衰退幅度已经是21 就短短5年间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减少的这个幅度 是非常抖的 那我自己就很好奇 就是说您怎么看 就是说为什么会成长的幅度 成长的年比较短 然后它衰退的幅度又比较大 您怎么看就是说 这个手机市场 为什么会这么快就有一点点快速萎缩呢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好问题啊 那如果讲一点点历史的话 就是过去智慧型手机 它之所以能够快速的成长 主要就是一些中国供应链 中国大陆供应链 跟这个联发科带动的这个浪潮 那过去的时候 其实智慧型手机芯片有 芯片有很多的供应商 那但是在那个年代 就是最历令的就是高通公司 Qualcomm 对那后来就是联发科进入了3G时代 然后推出智慧型手机芯片之后 那我依稀记得 他当初第一个合作是跟联想 对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 他们做了这个公版的设计 然后让没有技术的这个白牌厂商 也能够很快的进入智慧型手机供应链 然后再加上后来小米出来了 然后一下子就把这整个市场 疯狂的推升 所以在2012年13年那时候 智慧型手机疯狂的成长 价格疯狂的下降 然后也导致我们那时候 台湾曾经的股王 就是开始落难嘛 对 因为这个变迁非常非常的大 供应链非常的竞争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智慧型手机成长的曲线 是非常的陡峭 其实是比PC陡峭 其实是比PC头峭 所以它下来的那个幅度 也可能就是比PC还要再严峻一些 那另外就是 其实智慧型手机在整个 我们看到消费性电子产业 或是乃至于通讯产业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是把最好最优先的东西 会先放在手机上面 然后所以其实 智慧型手机本身上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创新的 但是创新不管怎么样 都还是会走到一个极限瓶颈 那现在的这个竞争 非常非常的激烈 然后最新的创新 放在手机 现在已经不太被消费者买单 就是iPhone15吧 就是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价格太高 然后一些新东西就 很难再trigger消费者再去买 超过你的需求 对因为你的创新 编辑效益也是会递减的 对所以其实现在可能 大家一直iPhone 我们听到用到四年五年以上 比比皆是 真的 对所以就是代表 他过去的东西做得不错 然后真的不行 我换个电池面板 算害我换个面板就好了 对所以就导致说 整个消费者购买新机的意愿 有开始下降的这个趋势这样子 不过您刚才讲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PC时代 您刚才提到说 PC时代可能大家长期 就是被Intel加Windows 这个长期倒还是一个标配 除了苹果的MyBook以外 但是其实台湾人参与的 这个在手机上的disrupt 因为之前可能 其实之前是高通在垄断 但是因为联发科加进去之后 反而再加上大陆的注意 所以整个的这个陡峭度是很高的 所以是改写了 就是他没有像PC这样成长 他比PC成长得更快 当他衰退的时候 就会比PC成长衰退的更快 是是是 这是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这当我们在文章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在这一波所谓的衰退里面 以手机来讲 事实上iPhone就像您讲 它是Outperform别的行 别的品牌 那我们也看到好像大陆的手机 即使是低价机 现在的也不是很好 所以大陆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手机 到底现在遇到了什么状况呢 中国大陆品牌的话 他们遇到的 所谓的产业之内的这个竞争 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就是内卷 大家讲内卷 内卷 内卷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常常跟供应链有接触 那他们就是在想说 其实你要在最高阶的机种上面 再加上一些创新 第一个是成本很贵 第二个是其实消费者 如果说要买高阶的东西 我就去买iPhone 这个趋势不管 就是说虽然说苹果可能今年出货有点下滑 但是这个趋势基本上不太会改变 就是最高阶的东西 消费者宁愿买iPhone 不买其他中国大陆品牌 可是从前华为是不是有点突破这个线 华为曾经突破过 所以华为是高通最大的敌人 然后也是Apple最大的敌人 但是后来就因为中美科技战之后 整个华为就下来了 对 那华为下来其实也带动了 就是那时候 像比如说高通 就不用这么卷 不用这么认真的 对不用这么认真的 真的是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 对就是因为华为那时候在 就是camera的部分 他们做的东西非常的leading 然后在AI上面 就是做的东西非常的advance 所以其实那时候 对高通来讲竞争压力是很大的 其实我们去年有一个封面是做大力光 其实华为的这个萎缩 事实上最惨 就受害最大的其实是大力光 等于Android这个系统 这个系列呢 就是除了 因为三星不会用台湾的东西 就是会用台湾东西的Android 这个系列 基本上都是溃败的 我听到也是这样 所以其实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手机产业 你就实践了这个中美科技战里面的一个杀戮战场 是 对 所以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所以就是衰退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看起来我们的供应链真的大家都想要转 所以您会认同AI是大家想要转的方向吗 AI这个题目说真的也是非常的大 然后AI的话就是小弟我的涉猎比较不是那么深 但是因为也是跟着智慧型手机产业一起来 而且这些供应链的人应该都会跟你讨论 所以这个AI在手机上面可能六七年前 七八年前就已经在谈 不只是谈也实现了 所以那时候不管是华为联发科高通 都有像所谓的APU NPU embedded在他们的这个smartphone里面 然后在smartphone里面 他们也讲所谓的on device 或是edge computing的概念 就是纯粹的边际的运算 对 然后那确实就是手机现在 就已经有很多的AI的功能 那包含你的就是照相的时候的优化啦 或者说你功耗的优化啦 更省电啊更安全啊等等 然后他帮你做一些内部的排程等等 学习你的使用习惯 那这AI这个东西在手机上面已经行之有年了 那现在令人比较好奇的是 那所谓的生成式的AI 在手机上面未来会怎么实现 说实在话 就是我们去跟就是供应链的朋友去聊天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人说得准 这个东西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篇文章 在封面故事第二篇就是在讲联发科 联发科其实讲的三个未来的领域 他们想要功德的领域 第一个呢就是AI on edge 意思是说就是在手机上面 来实践这个事情 但也如您说的就是它是一个方向 但是我觉得起码有一些 譬如说他们现在跟辉达有一些合作 所以希望说也可以转出了一片天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在第二段的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来想跟Eddie探讨一些就是有关于台厂供应链的一些未来 我想第一个趋势还蛮明确的 就是有关于iPhone 事实上组装iPhone的就是红海跟和硕还有伟创 那看起来但是会有去针对去印度这件事情 感觉上大家有不同的态度 比如说红海我想他还是决定要去 而且他甚至要布局半导体 那但是伟创看起来现在正在商量 要把他的印度厂给卖掉 那我就很好奇就是您怎么看 就是说您刚才提到手机这个市场是上中国的这个崛起 就是因为变便宜了 然后大家的消费整个起来 那所以造就了一个手机的高度成长 那现在印度这个市场有可能取代大陆吗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印度这个市场要取代大陆 我们觉得是有他一定的困难 那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先从市场 就跟产业这两个两块分开来谈 那市场的话就是他们其实需要提高人均的收入嘛 然后让他们更有购买力 可以买更高价的产品 那曾经的中国大陆过去也是只能买低价的手机 那后来因为就业的这个成长 然后整个薪资也上来 然后就开始可以买高价的手机这样子 那印度当然也会走这条路 但是因为毕竟中国大陆是一个计划经济体 然后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人均上路 尤其是他们的沿海城市 收入成长非常快速这样子 对那在印度的话就是也会成长 但是可能这个曲线没有那么快的话 那其实他们购买力会持续上升 这是可预见的未来 对那只是可能不会像中国大陆这么快 那另外是说 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产业 有没有可能替代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本身 他们在整个制造业 然后尤其电子制造产业 其实是已经非常的成熟 然后到他们里面的整个产业 居住非常的完整 那现在因为就是 从科技战的开始 然后导致这个产业要外移 然后现在所以China Plus One 这个已经讲很久了 那确实大家都会不断的把这个 呃原本的制造业 然后零组件做各式各样的移转 那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是说 呃现在移到印度的 比较是智慧型手机产业 嗯哼 那像比如说我们熟知的PC产业 其实它更多的会往越南 或是往泰国这地方去移动 那所以你说要把那中印度的产业 要能够完全期待中国大陆 我们觉得是不太可能 我听到的其实都是 其实都有点被迫的 因为印度相对来讲 真的在管理上 真的非常的困难 是是是 对因为它的种族 还有语言 还有各个民族性 其实是很不好管理的 是 所以感觉上大家是 迫不得已才会去印度 客户要求 对客户要求迫不得已 然后如果自己有能够选的话 反而都会去东南亚 我听到的是这个样子 是是是 对所以您刚才就 刚才稍微点了一下 就是iPhone去了 但是PC的电子业的 其他供应链 没有比较没有过去 对比较没有动 对 动动动 所以这个看得出来是一个 在些微差距上面 可以看出台商供应链 对于不同市场 有不同的看法 是 而且这样会造就 就是说未来的整个 供应链的板块 会非常的分散 对就是他不会说的东西 都集中在中国大陆 不像中国大陆那样 你说印度要取代中国大陆 那就是不太可能 那往 比如说往越南移动 其实大家现在目前着眼的 就是第一个 它是China plus one 第二个是 它还是可以 Leverage 过去China供应链的 一些好处 比如说从上海 假设运输到越南 可能从上海到 重庆搞不好成本差不多 那他们离深圳又很近 所以其实可以 很多东西 其实可以跟中国大陆 还是有一个bundle 而且你刚才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印度的这个消费力 如果他消费力很大 就是大家讲的进口替代 就是要 因为去那边 可以在那边拿当地的市场 大家可能会 速度会快一点 但是因为在 你刚才有分析比较 就是两边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他消费力崛起的速度 在您看来也会 不如中国那么快 对可能不像中国那么快 那但是还是会崛起 当然当然当然 我想其实从脱贫的角度 我觉得真的 还是希望全世界各地 人都可以有发展 那我觉得印度一定是会起来的 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对 我还有个好奇的问题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 苹果的这个供应链 您自己来看 其实大家就在 除了这个 苹果自己在9月 这个iPhone之前 事实上在6月的时候 他有发表一个他的眼镜 然后我感觉上 就在过去的5年间 我其实听到各种各样的 所谓大家都在幻想 什么是killer application 就是手机之后的下一个是什么 您自己听过哪一些 您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 那你自己怎么看 这个这些东西 到底会不会有下一个killer application 了解 这个也分两大类的观点 第一个是什么东西 可以取代手机 对 第二个是 从生意的观点 除了手机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新的生意可以做 对 所以像我们的杂志讲说 我们可以做AI 这是我们一个新的成长功能 那但是如果说一些行动装置的话 或是说一些小东西 就是到底去哪里找到 一年有十几个亿的 这个提亮的一个新的产业出来 好像真的有一点难 是非常的困难 确实 那有一些人从刚刚前面讲的 那个Apple的那个Fusion Pro 就是把这个眼光寄望在这个AR VR的市场上面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AR VR市场 现在发展 还是在一个非常early stage的状况 那 太早了 对 那VR的话 大家现在普遍的感觉 就是它比较限缩在gaming的 就是电竞上面的 打游戏 的应用 对 那所以它这个的 就是我们可预见的整体的市场 所谓的TEM 然后是比较局限的 就是它的成长是有限 一年很难到一亿 然后几千万就非常不错了 这样子 一亿是支 一亿台 一亿台 这样子 对 刚才有讲 现在即使衰退 还有十亿亿台 对 那你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取代 就以提亮来讲 很难取代手机的 那有些人假设 就是会把眼光放在稍微遥远的未来 就是AR 对 他们认为就是说 如果AR真的是 是变成像眼镜一样的存在 这么的轻薄短小 但是又可以有些新的显示应用 然后你又可以一天 就是常常戴着的话 那或许AR眼镜是有一个可能性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AR到底如果真的变成 就像手机一样 大家每个人的眼镜都变成AR眼镜 会怎样 会怎样 很难想象 是不好想象 所以 如果说大家曾经想象过的应用 就是第一个你去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需要导航 他直接就是在你的眼镜上面就可以投影说 你的一个箭头你要往哪边走 那或者说你今天遇到一个人 然后你可能很久忘记他 然后你可以马上就call 就是唤醒一些你的一些清单啊 记忆啊等等 他就有一个heads up display 然后马上可以提醒你一些事情 马上及时的翻译啊等等 现在我们看到比较多 厂商在demo的应用都是偏向这些 然后但是老实说 就是这东西还是很难让消费者 勾起他真正要去 非不可必要去买的这个预防 导航可能有吧 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人的这个 我看低头主 现在就是因为在看导航 对但是其他的好像你刚才讲的 怎么唤醒大家怎么对他记忆 对就是翻译啦 或是有些及时提醒清单啊等等的 对这些东西就是还是一个 大家觉得哦好听到这个应用了 但是我真的会花钱去买这个东西吗 目前还没想到 对所以我现在目前听到两派 一派是说要AR眼镜取代手机 另外一个是说让AR眼镜跟手机连线 然后未来你可以不用把手机拿出 你的口袋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就是显示一些 就有点像Apple Watch这样 对对对 然后那因为毕竟这个眼镜的体积还是非常小 电池容量运算都很有限 我还是需要Leverage一个 就是比较接近我的身体 然后又有运算能力的一个device 我来问一下Bose你会买吗 我们的制作人 他说他不知道 你会买吗 目前的话还没有看到可以让我买的东西 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假设真的要在户外使用 我们认为起码还要在一个 大概可能五年之后会比较实际 因为他现在受限于一些运算 一些功耗 还有一些显示的亮度 等等的这些技术的限制 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想要请教Eddie 就是说你既然看了十几年 看到他急速的 看到他楼起 然后现在也没到楼他 但是就微微的回到正常 您自己预期未来五年 当然跟AR没有办法取代的情况下 这个市场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你有想过吗 现在说实在话 我们就是以我们以赛亚调研的这个形态 我们毕竟跟一些其他的调研公司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预见中长期未来 我们当然就是预见 明年的状况就了不起了 比较就是保守一点 那我们目前看到明年的状况 大部分的业者都是在 在削减他们的产品设计数量 比如说举例 三星一年假设出个30台不一样的手机 明年可能这个剩20台 那OPPO VIVO小米等等 他们都会削减他们新产品的数量 那这个就代表说 因为这个销售动能可能不佳 所以他们希望说他们的零组件 能够被重复的使用降低成本 然后拉长每一个零组件的使用的年限 就不用一直开模具 不用一直开东西 所以他们会以尊杰成本为主 就是看到明年的趋势是这样 所以明年大概整个市场 可能跟今年希望是稍微好一点点 那目前就是因为 我们比较难看到再有些什么新的应用或突破 那过去哦 我们曾经在2019年2020年有过希望有一波换机潮 那时候是因为从4G要升级到5G 所以大家都期待一个generation的提升 然后带来换机潮 那这件事情假设要在手机上 所以那时候真的有发生吗 呃有一点点 对啊也不如大家预期对吗 我都没印象了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效果应该很弱 对对对 主要是5G是有它很好的地方 但是它要实现的话需要更多的成本 对对对 然后也不一定是适合手机这个载具 它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些工业上面的应用等等的 有很多人在讨论未来的6G 可能是低轨卫星的时代 是 低轨卫星还会需要用到手机做device吗 呃现在的确实啊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个3GPP的新的标准 是把这个低轨卫星放到 就是3GPP的这个通讯里面 然后这个东西会在手机上实现 这个是可预见的未来 还是还是在用手机的 这个这个还是一定会 对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说 因为刚刚我们讨论也很难出现 可以取代手机的东西 对好像 那手机市场是确实会下滑 但是它还是会持续的存在 就像PC 就像PC一样 也没被手机取代 对那它可能有一部分 tablet可能可以复用的一些application 但是大部分的PC还是活得好好的 虽然就是成熟了嘛 对那手机可能也是一样 就是成熟了 但是还是活着 对然后可能玩家竞争更激烈等等的 这样子 嗯那确实觉得未来的通讯 在这个卫星通讯的话 在手机上实现的是可预见的未来 所以还会再低于11亿台吗 你们觉得明年 呃这个真的不好 明年的话呃希望不要低于14亿 希望希望现在我因为我们 我们公司也是每个月啊都去追踪 这个厂商的出货的数字啊等等 目前大家都还没有放出一个 就是比较可信的明年的版本 对我在猜大家也可能在等iPhone15这一次 其实我的我对他的描述就是 最后一记强新增 哦如果打了都还效果有限 哦那我想大概就比较 比较可以确定这个成熟期真的已经到了 iPhone15的话 我我我说实话 就iPhone15因为诚如我们的 就是在杂志里面所描述的 然后或是现在新闻上面写的 其实iPhone15今年出货量 八九不离十 大概就是在这个范围之间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多好范围呢 呃现在的话 最悲观最悲观的 我们有听到就是七千多万台的 那乐观的话 真的很悲观耶 乐观的话 就是iPhone15啦 那乐观的话可能八千出头万的这样子 嗯对那 呃但是现在如果说整个行业啊 整个产业里面 比较大的变数反而是华为啊 啊 对因为华为他们不是说要推自己的 我们机晶片嘛 对 那所以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市场 会造成一些 呃投入一颗石头 然后掀起一些涟漪啊 那这个东西到底会影响多大 然后这也取决于之后 美国的会不会进一步制裁等等 嗯 所以其实会对整个产业有影响 那 Apple的表现 我们现在今年已经是 算是看到 不管怎么样 他算是 虽然表现没有没有去年好 但是已经算是屹立不摇了 嗯 不过你刚才提到华为 我想华为他还要面对一个 就是中国经济 啊 自己的消费力 我觉得萎缩的速度 也有点超乎我们大家的预期 其实没有萎缩就是他的低成长 这张幅度没有再那么高了 是 对 我想今天很高兴哦 可以请到那个 以赛亚研究资深的分析师 韩文瑶 Eddie 那我想Eddie刚才跟我们分享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我觉得 整个的手机的发展史 还有未来可能可以观察的一些观察点 那包含华为的这个未来可能对于 全球手机市场的一些影响 这个是我们之前比较没有讨论到的 尤其是下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我们来再来仔细来追踪一下 谢谢Eddie 谢谢 谢谢 总编辑 我是陈一山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下次《抉择的听天下》的更新时间是9月7号 让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